各位老師好 我是復得 21 世紀 平良紀年的最多一項自主堅持 那這邊可能要先說明一下 其實這個陸堅持的大想法 其實是曾陶老師先想出來 然後我們有幫忙一起協助 把過去的一些主項再挑戰一下 那開始接受這個工作的時候 其實曾老師跟我們都有過來思考 就是說自五堅持這個詞其實是比較抽象 它也不太像前面的氣象 它是一個能力或是一個技能 但是曾吳莊林老師也說了 就是說事實上自五堅持是在 27世紀平良紀的裡面 或許它其實是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學生 甚至可以喜歡學術學 願意努力學術學 甚至可以自動自發的學術學 所以我們當初在想這個 自五堅持的時候 我們有嘗試從文獻上面去想說 那自五堅持如果要變成是平良的職格的時候 它應該要怎麼樣讓它有機會可以具體化 或者是有機會可以讓它變成是 老師在操作平良的過程中都可以拿來用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去找了一些概念 對應到披薩或是文獻上的一些概念 所以在說明就是自五堅持怎麼進入平良概念之前 我們先澄清一下什麼叫做自五堅持 所以我們最後覺得自五堅持有包含三個指控面 所以一個叫做自主導向 一個叫自動自發 一個叫做堅持不懈 那我們也去找了對應的文獻 就是那個字典上的定義 還有在文獻上面對應到它的名詞 所以我們不再做細度的講解 但是大概念就是這五導向指的是說 他學生可以自己做決定 並組織自己的工作 而不是人家告訴你做才做 這是它的大概念 然後在研究上跟 Selver measurement The desire to learn 還有 self-control 這三個面向其實是比較詳細的 那第二個 後面其實講的是自動自發 所以它的強調是說 它能夠判斷自己該做什麼 而且它重點是要採取行動 然後它其實不需要人家告訴它 它才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Penbridge裡面的定義 然後後面其實就是自我導向的意思也很接近 然後這邊有一個特別要指出 就是說它必須要包含挪威爾的行動 就是安全 就學生必須要知道說 它接下來的措施是什麼 那第三個後面就是堅持不懈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在一般的情況底下 學生能夠持續 而且特別在困境中能安 能夠持續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跟Pizza這樣這個技能 它有調整的 Persistance 這個Resistance 就是堅持不懈跟彈線變通 因此就是說 你遇到困境的時候 學生能夠轉換他的思維 然後繼續能夠去完成這項工作 好 然後我們也有找到 就是在美國的一個網站 就是它是那個Comity Public School 他們其實有針對 Coroneration, Communication, Criticism, Critical Thinking, Persistence, Initiation, Ethics 它在上面 在上面的這個降落 它會把它定成一個比較小的指向 就是針對不同的年齡層 那這些年齡層裡面 它可能就可以去讓學生去做 在它的年齡層裡面 跟自主堅持比較有關的一些相關的概念 那這個我可能就不再多說 我們等一下就會直接用那三公園去講說 我們怎麼轉換成21世紀的品量的內容 所以我們在想這個共享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如果自主堅持其實是一個比較通向性 或是一個比較一般性的構面的話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學員說 你會不會自動想觸覺 學員可能心中就會想說會 或是想不會 甚至他可能今天說會 你會說不會 因為他可能今天說會是因為這個數學題目 他覺得他可以處理 可是你現在說不會 可能是因為說 我省到一定很難的數學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基礎 去講說自主堅持些什麼 所以我們在想這個評量構成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學生可以有一個起始點 那這個起始點 我們最後決定是他在前面希臘指向 裡面會遇到的評量問題 然後以這個評量問題為起始點 去想說我要怎麼去 讓我自己能夠比較有 目射的能力去反思 甚至讓我自己知道說 我應該採取一些什麼行動 所以我們就會把 在就像剛剛講一樣 就是我們在打底表現的時候 我們比較關注在 一個是就是說 隨提的問卷方式 等於是說假設我們的 二十一世紀的評量 這個技能裡面 會有一個評量單 那裡面可能會 某幾個題目其實是比較難 或者是某幾個題目 我們認為教師論文都這件事很重要 那應該把他 有機會讓他轉換成學生 可以自主自發的那個 學習機會 那我們會認為那樣子的機會底下 我們後面設計的題目 老師有可能可以參考拿去用 所以原則上 就是在打底表現的時候 我們希望學生有機會 能不能自己能夠感受到 他已經遇到了困難 而且更重要的是 學生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的去調整 他自己的困難 好 所以這是一個範例 這事實上是阮珍老師 他們設計的 就是那個 尋找分數小精靈的一個教案 就是數學電精模組的一個教案 那這個數學問題其實對 四年級來說 實際上是那個教案裡面 比較難的數學 因為他的八跟十 並不是等倍數的關係 所以學生比較不容易馬上講出來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題目為範例來講說 我們要怎麼把自主堅持的這個概念 整合到我們平常的題目裡面 所以在解釋的題目 我們就設計了 大概有五大項的題目 五大類別的題目 第一大類別的題目的時候 其實就是 我們把它解這個題目 可能的所有可能性都把它列出來 比如說看完就會做的 做完就解完了 那如果他解完了 然後他概念發展完了 我們就只讓他去做他後設板子 就說我會做了 那我為什麼會做 或是我應該怎麼樣去認我會做 那如果他開始不會做 想的又會做 所以他又是另外一個情況 所以某個程度 這也列出來五種是 學生在解題完之後 他可能遇到了五種解題狀況 他為什麼寫題狀況底下 他可能自我堅持需要做的一些 彈性反應 或是自我的後設認知的思維 就會有一些稍微的調整 所以這個就是 比如說另外的是 我用我的想法做 但是從頭遇到困難 所以沒解完 或是開始不會做 思考後還是沒想到解法 或是一看到我不會的時候 我就不寫了 就是大家這個五類 我們把它區分出來 但是我們也想說 或許老師將來在實用的時候 你有可能也會遇到 五類之外的第六類或什麼的 但他的大概念就是 我們希望學生可以在不同的情況底下 都能夠知覺到自己的狀況 然後你在這知覺底下 再去跟我們剛剛講的說 面臨困境的時候 他怎麼樣的調整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說他可以解出來之後 他想的是什麼 你覺得到底是思考些什麼 那我們這邊其實 並沒有要跟前面的七大類別重疊 我們只要想上去 讓學生一樣就是 這裡的目標是 他必須要去反思 然後他必須要去 用過身分身知道說 自己在做些什麼 然後解的過程中 第三個就是解的過程中 如果發生困難的時候 他想到的是什麼 他比如說他就會說 驗算看看前面有沒有算錯 是不是漏看或看錯題目 或什麼條件 是不是我們用錯什麼性質或方法 先去做別題 有時間再回來想 不會浪費力氣了 先去做別題 從我們也一樣就是 把學生可能的大概想法 列在這邊 那同樣的 我們其實希望的是說 如果學生在解的過程當中 遇到困難了 這個可能是一個 有機會可以提醒他說 欸 我可以去驗算 我可以去漏看看我是不是漏看 或是我可以去檢測我的方法 所以他是一個reflection回過頭去 讓他自己知道說 我可能在這裡遇到困境 我也有可能可以去怎麼做 所以換句話說 他就不再是老師告訴學生 你應該怎麼做 而是藉由這樣評量的 題目的過程中 有機會remind學生 變成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地層 下面是什麼 所以他的第四個就是說 我的解法是不是正確 那我就要去知道說 那為什麼我解法正確 是我的有驗算做答案對 或是我想法對做答案對 或是我不確定我錯對不對 或是我們亂行應該是錯的 那因為基本上在pizza的data 或是teams的data 都說學生 台灣的學生對自己數學的數字 已經不太夠 或是說他們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說 其實我也不再知道我到底數學好不好 所以這裡某個程度 我們也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也希望把它可以放回來 就是說你要相信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是好好的想數學 你是有機會把這個想出來的 然後最後一個效果就是說 這個題目跟學校的題目相比 我覺得是什麼樣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說 他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願意去做 所以他這邊就會講說 比較簡單 還有更難 差不多老是出錯類似的題目 比較難然後花力去解 比較難開箭的時候想不出來 所以他也一樣 就是這裡是他的awareness 跟他最後去感受到 他覺得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那他就會在這樣拿來環表的過程中 再跟前面的七檔技能 或交換作用 也慢慢的變成是 學生自動自發的一個習慣 好 我的報告到這邊提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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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